嗨,大家好,我是 Hinch 教練 今天這個影片要教大家的是 下背權威大師 McGill 的三大核心訓練動作之二 測棒式 測棒式跟棒式一樣都可以訓練到我們的核心穩定 以及腰椎穩定的能力 那我們在棒式的那支影片也有講到 如果說我們的核心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好的控制能力的話 除了會影響到我們的力量傳遞 也會在我們在做自由重量 甚至是大重量的動作的時候 增加更高的受傷風險 但是測棒式它可以再去針對我們的單側核心去做加強 讓我們的單側核心包括我們整個側線 還有我們的寬外斬肌 也就是我們的臀中肌 因為我們核心是側線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說我們的核心無力的話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步態 在做測棒式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先把我們的手肘撐地 然後我們的手肘是在我們肩膀的正下方 接著我們把我們另外一隻手 扶在我們對側的肩膀上面 維持我們上半身脊椎重力 也就是身體成一直線 接著我們把我們的髖關節彎曲大約60度 我們的膝關節彎曲大約90度左右 接著我們以硬舉的方式 把我們的屁股往前推 進而讓我們的上半身 以及我們的大腿是成一直線的 這時候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上面那一隻腳往前踩 下面那隻腳再往後踩 把我們的身體整個撐起來 同時維持脊椎重力 然後我們就維持這個動作 那如果你之前沒有練過這個動作 或者是你是女生的話呢 我們一開始可以先從膝蓋著地的方式 也就是我們的屁股以硬舉的方式 往前推之後呢 我們就維持在這個姿勢就可以了 第一個常見的問題 是我們在預備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的支撐手沒有在我們肩膀的正下方 離我們身體太遠或是太近 這樣都會造成我們在做動作的時候呢 難以維持脊椎重力 同時也會讓我們的肩關節承受比較大的張力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在把我們的屁股往前推的時候呢 我們做出過多的腰椎伸展 導致我們的脊椎沒有辦法維持在脊椎中力的位置 同時也會讓我們的腰椎承受比較大的張力 第三個問題是我們在把我們身體撐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的身體呈現歪斜的狀態 這樣會導致我們的脊椎不中力 同時也會導致我們沒有辦法 很好的去訓練到我們的核心 第四個問題是我們在做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的頸椎沒有維持在一個中力位 我們的頸椎是掉下去的 也會導致我們的頸椎承受過多的壓迫 如果說你已經能夠很好的做出側磅式這個動作的話 那你可以加一點強度做出側磅式的變化式 也就是我們從側磅式轉成磅式 在做這個動作的過程中 我們要維持我們的肋骨還有我們的骨盆成一個圓柱狀 也就是我們的肋骨跟骨盆之間 是不會有旋轉的動作產生的 所以我們從一個側磅式轉成磅式之後呢 我們再從磅式再轉回側磅式 這樣子來回反覆的去做這個動作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側磅式的教學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以及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問你們 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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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